不容警方担用暴力 不容无理对待示威者 不容无理对待示威者 学联成员包括被男警员从后抱起带走的学联女成员 去监警会提交申诉书 他们不满在今个月中 在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昌军澳的教育研讨会的时候 示威受到警方粗暴对待 要求监警会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 希望警方尊重他们的内部守则 和交出究竟他们如何处理女示威者的手法 用意是希望社会公众解释 和消除阻吓作用 就是说女示威者不敢参与社会 就是因为可能会有机会面对身体上的侵犯 监警会就说没有调查权 不过就会将个案转交投诉警察科跟进 投诉警察科会将个案分类 如果列为衰惠报投诉 监警会就会监管 如果成为衰惠报投诉的话 我们也很有机会提到 严重个案投诉委员会方面考虑 由他们直接去跟进 如果由这个委员会跟进的话 就意味着投诉警察科 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 就必须每个月都向监警会提交进度报告 监警会说由于调查需时 未能预计何时有结果 另外如果有关的投诉列为衰知会投诉 在法例上投诉警察科无需将结果交给监警会审核 只是会知会投诉人作出交代 监警会就强调 投诉警察科在调查之后得出任何的结果都会交给监警会 监警会会就个案表态 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香港欢迎电视机社会人生报道